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星期五 因為他們在全球範圍內 與飢餓及糧食不安全作鬥爭的努力 獲得2020年諾貝爾和平獎 印尼總統維多多在這星期較早時爆發暴力抗議示威後 為了捍衛自己總統職務辯護 抗議者說該法案破壞了勞動保護 吉爾吉斯斯坦總統熱恩-Biet科赴星期五表示 一旦任命新內閣後 他會辭職以結束該國動盪不安的權力震控 亞美尼亞總理帕希尼揚 在莫斯科舉行停火談判前說 準備恢復與阿塞拜疆的國際調解會談 以解決在納卡地區長達數十年衝突 馬利總統府表示 被綁架的馬利政治家西塞法國援助工作者 彼得羅寧以及兩名意大利人星期四獲四 高地區的民視 措斧